哈哈哈哈 大家好 歡迎懷博頻道 今天是久違的一期冬季傳達分享和一些新品開箱 我說久違的意思是 終於在廣東能夠傳上一些偏冬季的一些 難得有持續好幾天比較低的溫度 所以我趁這個機會趕緊就把我最近收到的一些 比較適合這個天氣傳著的單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就趕緊開箱來先看幾個鞋款 來自COLON SPORT可龍的鞋子 然後封號在這邊 這雙CNY的新年版鞋型 就是這雙MOVE 不斷對這一個配色我說它的顏值給幾分呢 我覺得還挺好看的 整體配色很講究 孩子挺不錯的 很符合這個鞋型的設計感 另外一個鞋頭有點大 是這樣子的 很麻煩了 按大概看一下就好了 鞋盒好重 這是品牌50週年的紀念版 非常的有誠意 從重量和體積上來講 把這封套取下來看一下 鞋盒打開 它有兩個登山繩和扣子 裡面有很高線元素 然後鞋子就在裡面 可龍這個品牌表達設計誠意很實在 直接鞋子已經拿出來了 就是這個樣子的 這個顏值對比一下跟這雙CNY 你會更喜歡哪一雙呢 CNY還是50週年 當然它們除了配色和材質不同之外 性能的設計都一樣 它都是有Gortex防水膜 外底也都是Viber 一開箱之後對撞鞋的一個第一印象 我感覺它整體做工以及設計 還是蠻紮實的 有這個老牌的功底所在 包括整個用料和材質也是很漂亮 這邊都是這種短容的反毛皮 然後配合長容的反毛皮 深淺搭配 引到整個統一色系 跟不同色調的質感 然後鞋頭以及後跟的這個 加強的包膠位置都更加深色一點的中褐色 很有意思的一點 是我發現它們的鞋帶系統 有一個非常取巧的設計 之前比較少在其他品牌鞋上出現 或者說看到它們這樣子用 就是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裡面的鞋舌一直延伸下來的鞋臉 在那邊鏡頭的位置 它其實是有一根鞋帶穿過去 這根鞋帶並不是我們綁緊鞋帶的同一根繩子 它其實是沿著邊邊這樣繞一圈 然後一直從鞋幫這個位置進到後跟 再繞一圈回到這裡 就是它整個是圍著的鞋帶系統 跟鞋口做了固定和收緊 當我綁鞋帶的時候 鞋帶本身這根繩子是繞在這一圈繩子上的 也就是說我拉緊鞋帶呢 整個鞋口連鞋臉 所有鞋帶系統這一條一起收緊 這一個包裹感受 我第一次穿的時候覺得還挺驚訝的 竟然能做到這麼好 但是它整個設計 或者說造工並不複雜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idea 但是達到的效果非常棒 這個點我很喜歡 並且這樣子穿起來的時候 它的包裹感可調整的範圍 幅度也更大更加靈活 更能適合不同的腳型 寬腳窄腳碰腳瘦腳都更加友好一些 鞋帶最頂端的這個位置還是一個金屬勾 就是戶外鞋比較快穿脫的這個設計 我覺得蠻好的 這樣子我綁勞鞋帶之後 其實不用總是鬆和緊 這樣一勾就可以把這個鞋子脫下來了 由於像這種圓鞋帶呢 大家也知道它比較容易鬆動 你看我都綁了兩個結 這個設計會更加方便穿拖一些 首先看一下中底 它們這一個泡棉呢 是可龍當家的一個科技 叫做Perform緩正中底 這中底我覺得還是算比較紮實的 它不是那種傻傻的只追求回彈 特別輕特別軟的那種效果 它算是比較有韌性 不太容易變形 但你踩上去也不會覺得硬 就是很舒服 挺適合一個輕度戶外鞋款的定位 然後搭配這一個 滑膚格紋路的Vibram外底 這一個外底呢 是Vibram這個叫做EcoStep的系列 使用了一部分的回收再生橡膠去製作的 就是可循環性會比較好 並且它的耐磨以及抓地力呢 也是有一定保證的 大家從上面這些細碎的小花紋 類似泡墨點的圖案能看得出來 這一個紋路 雖說齒紋的密度比較的分散 然後坑紋深度也不算太深 但是它有一個好處是什麼 就是它這樣比較均勻的滑膚格紋 不容易卡碎石頭 小石子啊什麼的 很容易清理掉 我自己在刷鞋的時候發現了 並且它這個大小不一的紋路分布設計呢 其實在日常生活中 就是除了輕度戶外 你走一些真的山野的不規則鋪裝路面之外呢 它更適合是城市使用 比如說已經鋪好的人行道 磁磚地 石板路等等頂區的一些路面 都是能夠駕馭的很好 就是這個外底的紋路 是比較能夠兼顧更多使用場景的 並且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足弓的位置 收的很窄 這其實有一個Arch Control的字樣 它這個位置的設計 包括整個中底形狀的配合 確實對於我這種足弓偏高的人群來講 十分友好我穿上去之後 感覺足弓承托力很到位 但它不覺得會頂著你的 鞋墊呢 依然是這一個 Orthelite抗軍的海綿材質 很漂亮全掌都是 但是這一個要注意 它並不一定是每一個主題的這一雙Move 都會配一個全掌 像這一雙50週年的版本呢 它就會有加一部分的這種複合材質 就是有一部分泡棉在後面 看一下 兩個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會有一個更強的支撐 或者說穩定性 而當然實際使用上呢 我並沒有感覺到非常明顯的差異 大家還是按自己喜好去選擇它的外觀 它的顏值 按你喜歡的配色的材質去買就好 當然這款鞋最大的一個賣點 還是他們有的這一個Gortex的防水膜科技 使得這雙鞋使用場景更加廣泛 並且也更加的耐用了 尤其是在這樣的天氣 廣東最近也就是不到10度 偶爾會有特別大的強風 陰晴不定 所以這個情況下 穿這種鞋我覺得還是比較無保障 至少在這個天氣也不會覺得腳特別悶 Gortex防水膜的鞋款呢 一般鞋舌都會跟鞋身連在一起 但它的連接處做的比較的低矮 50周年這雙會有一個更加特別的設計 就這邊的位置會有一個大大Gortex 包括整個鞋身的材質呢 不同於CNY的這一雙全都是反毛皮 這一雙是更多的反光織物 更加有科技感 然後這裡還有個小旗標也是反光的 Gortex的標在後面一點 然後鞋的配色邏輯呢不太一樣 但其實主要差別的位置還是材質 然後這邊的50周年中底也會有一些泡沫圖案 跟鞋底能更好的呼應在一起 然後鞋頭的位置就會有一個更明顯的50周年的字樣 這個要看你喜不喜歡 各位大家看到影片的時候這雙鞋應該已經受慶了 因為他們的這一次限量就50雙 每雙都有獨立編號 所以我也不確定你們看到的時候還有沒有的賣 對啊這個鞋款呢 在鞋盒內都配了多一副鞋帶 而且是不同配色 當然我覺得它原生的材質已經很好看了 就這一個配色的搭配 我也沒有說很想換另外一副鞋帶 50周年這邊的鞋墊內側就是一個MOOV鞋款的名字 CNY這邊呢 除了這張鞋款之外還有更多單品 都是跟國內一個新興設計師品牌 Gasun by Gasun聯名的 可以看到他們的logo在這裡 當然我法文的發音不是特別好 他們可能要唸成Gasun這樣子 所以這兩個鞋款上角感受會略有不同 可能是因為材質的關係 至少我自己穿著一陣子體驗發現 可能由於是這一個反光之物比較強韌的關係 它特別結實 它配合一個目前仍然是第一梯隊的防水科技Gortex 兩者強強搭配下來的這個位置 有一點點壓我的腳背 在穿著行走的彎折過程中 可能因為布料太結實了 但配色質感也蠻好的 就挺百搭 但如果你是更傾向於日常通勤穿 但是需要有一定的防禦性 就是Gortex這個防水科技對你來說 比較重要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他們家這種皮質的款式 我覺得會更加柔軟一些 因為它鞋舌的部位呢是網面植物 這個網面植物穿著的時候不會有頂腳背的情況 它的彎折效果也更好一些 也不容易留下一些折痕 那麼關於可隆他們跟Gaxson這個品牌 這一次聯名的CNY主題 除了這個鞋款之外 以及一些其他單品 我會在上層畫面給大家一一介紹一下 現在就看一下這兩雙鞋的一個上角效果 CNY這個鞋款的配色呢 由於搭配的服裝單品蠻多 所以我分了兩個不同的路跟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看一下第一套是比較的顯得更有暖意的一套 就是這一件有點像祥雲圖案大紅色的 拼接材質的抓絨衣 他們家這一系列的衣服 這個航縫紋路呢 其實是壓硬而不是真的縫線 仔細看的話 它是一個個凹點壓出來的 我覺得這個做工還蠻好的 能鎖得住裡面的棉不會變形 同時也沒有更多的縫線 會導致鑽毛的情況 哦對了 這一些填充其實不是羽絨 所以品質還是有一定保證的 雖然它填充不算特別多 但至少在廣東我穿著來講呢 是完全OK的 這個外套裡面我穿了一件這一件馬甲 然後它的每一個柴片都用了不同的顏色 當然整個色系是完全統一 都是深深淺淺的大地色系 跟鞋型的配色是如出一折 很好看它的整個設計也蠻有風格 拉鍊是在底下一點點 然後它的扣子是這種斜扣 有點像以前一些盤扣馬掛的設計 歪著扣下來 然後拼接一個小小的拉鍊 就整體設計還是蠻有玩味的 然後下層搭配的褲子呢 是來自NOSCASIM 這一季的一條長褲 這長褲還挺有意思的 就是這一個腰帶口袋的設計 這個設計其實在下面下裝也有用到 那這次挪到了東莊來 褲腳位置是有拉鍊 做鬆緊開合的調節 這樣更方便適配不同鞋型的鞋款 怎麼穿都好看 那麼整體的褲子型呢 算比較偏修身一點點 視覺效果會比較拔長身高 大概是取決於你搭配什麼鞋型 以及你的褲腳開口的角度要調整多大 這個大家看自己的身材來去調整就好 外面還圍了一條圍巾 這圍巾是來自Maiya Active 沒念錯應該是這個吧 最近才被安踏手購的一個運動服品牌 我說它專做瑜伽服 這個我也不太確定 但他們這一個圍巾是買瑜伽服贈送的 我也不是特意買的 就感覺還不錯 質感蠻好的 它也只是全巨子纖維 沒有什麼羊毛成分 但是搭配的效果 大家可以在圖片上看到 我頭頂搭配的冷帽是這一頂NHollywood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 我當時買的時候是夏天 所以戴不上 然後現在天氣冷了 終於可以戴上它了 它是一個均品feel的設計 有一個小小的翻側邊 裡面這一個標是有夜光 它主要材質是46%的羊毛 46%的金輪 還有7%尼龍 還有1%彈性纖維 那整體戴起來會更加有鬆弛感 因為它頭頂的這個縫線有點不規則 戴起來效果就是畫面這樣 其實我覺得它還挺適合這個季節的 長度不算太長 然後保暖性能得到一定的保證 同時它的風格也算是比較不容易賺款 這個顏色也算蠻百搭 打送這個牌子的設計 我覺得也是挺有意思的 因為我正好在拍攝的時候 看到他們樓下pop up的店鋪 我也簡單路過進去看了一下 他們最近新的設計主題是 以設計師自己畫的手稿 拿那些圖案上來直接就做到衣服上 但它不是傻傻的就轉印上去 它是有指紋有縫線 然後有他們招牌的一些設計 把整個變形誇張 然後加上配色的搭配 我覺得還是挺有趣味的 感興趣的話大家可以去瞭解一下 OK 我們看一下下一套路 基本全身都是這一次CNY主題的設計 首先內搭就是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件長袖的棉衣 它兩個袖子是白色 然後大神是一邊深一邊淺的 有點像奶茶色或咖啡色 然後它所有的衣服的這種小包邊 也是有Coscent品牌的壓印 包括他們的扣子 其實很多輔料的定製都是蠻花心思的 並且做工也確實還不錯 可以長短拆的褲子面料 但是他們沒有說用的是多少滴啊 不算太厚 我覺得春夏也能穿 畢竟他們穿這種短褲嘛 挺輕薄的 但是它的知名性還是蠻好的 因為它這種抗刺裂的葛溫材質 然後他們這一件所有的衣服 不管是什麼款式 都會在某個特定的位置 有他們這一次的主題標 星空祥雲龍蚾 這個標做的還是蠻好看的 簡簡單單挺清秀 同時也有保留這一次設計元素的一些要點 外面外套呢就是有點誇張 它偏oversize的一件大的衝鋒衣 這件衝鋒衣跟這一季所有其他單品設計一樣啊 也是分區域做了不同的色塊處理 一個柴片一個顏色還挺花心思的 一樣的後面的下擺會有這樣的一個 這一次主題的芝麻 袖口的位置收緊的魔術貼 然後裡面也有這一次的印花 而且兩隻袖子顏色還不一樣 它的這一個帽子呢是可以收進領子裡的 就是一個便鞋折疊的效果 這種便鞋帽子一般都不會有太多的調節啊 所以它只有兩側這一個領口位置會有一個收緊 後腦的位置就沒有收緊了 但這個影響不是很大 防禦性還是很夠的 畢竟也是一件防水壓礁的大衣 領口的這個位置有一個小扣子 這個搭扣蠻好的 它除了說好看之外呢 其實它有一定功能性保證 就是說假如你的拉鍊失靈了 這個位置還能勉強給你扣一扣寶寶命這樣子 不過一般穿這件衣服的各位應該不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它這個主拉鍊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出來 它的整個設計不是局中 它是偏右邊的 就像這些棉幅一樣它的門巾也是往右偏 整個設計主題呼應的還是蠻好的 不過這件衣服由於它很大件的關係 其實整個拉鍊視覺上看起來可能覺得 你衣服是不是穿歪了會有點這種感覺 然後正面會有一個大口袋是掀蓋的 這個口袋的元素其實在其他的單品 像這件棉幅以及馬甲上也都有出現到 然後比較好的是這件衣服的主拉鍊是雙頭上下都能開 穿搭的效果上會有更多靈活調節 拉鍊當然是防水壓礁的 那麼裡面會有一個更加詳細一點的 這一個應該像是杜邦子材質的這一次的介紹 我就不只細念了大家感興趣給截圖看一下 我覺得還是花了不少的心思 能感受到他們這一次合作的誠意 這一身搭配的帽子是來自好朋友阿良他自己做的一頂帽子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過了 一頂修了面料的短顏帽 在城市還蠻好用的 右邊袖子這個位置還有一個小的登山扣座裝飾 那麼搭配它非常大的那個鞋跨薄是來自GruppiMade 也是好多年前的款式了 不過我還挺愛背 尤其在冬天顯得闊型之外呢 也確實蠻能裝 並且背起來也算比較舒服 不會太雷肩吧 OK 那麼大概這是這雙CNY鞋款的一些上升效果 以及搭配演示 不知道你會更喜歡哪一套搭配呢 我們來看一下五十多年這雙 這雙由於它是黑灰配色 或者說它整體配色比較單一情況下 我選用的純色藍品都是來自那是個品牌 23年秋冬的新品 首先是一件去年備受好評的矩陣式棉符 這件棉符其實如果不跟大家仔細介紹 你可能不會覺得這是第二代 但它確實是 這件棉符其實調整了蠻多細節的部位 雖然說一代也做的蠻好的 至少我去年穿起來是很喜歡 基本是汗死在身上了 但是它針對不同細節的位置 做了更多的提升和改進呢 第二代是更好穿更好用了一些 不礙於篇符的關係呢 就不在這裡跟大家仔細介紹了 關於這一期分享我會放在後面 大家感興趣的話可以先留意一下 下半身搭配的褲子也是這一季的新款 它是一條軟殼抓龍褲 然後它有扭轉的主拉鍊在正面 這個拉鍊除了調節褲子的鬆緊之外 還能起到一定改變擴型的作用 就是如果完全拉緊和完全放開 可以得到兩條造型感 完全不同的褲子 因為它收緊與完全放開之間的 面料的容與差別還是挺大的 會有更多的穿搭可能性 你可以把拉鍊停在任意 以你喜歡的位置 來達到一個你最理想的擴型效果 當然它整體的面料 包括拉鍊中間的部分呢 都是有這個直絨材質的 它直的是那種方格紋的小短絨 雖然說保暖性能不能跟非常強的 戶外軟殼褲去比較 但是日常在城市使用 到我這幾天在10度以下的廣東戶外穿著 也不會覺得特別的寒冷 當然它畢竟不是一個專業的保暖褲 冷風吹過來還是能明顯的感覺到 有風在吹你的腿 如果我不穿打體褲的情況下 戶外坐著不動還是會覺得冷的 但是只要你在裡面添了一條 保保打體褲就行不用多厚 你立馬就可以感受到它帶給你的溫暖以及安全性 那這一點呢 其實我這兩天都有在戶外驗證一下 我穿這條褲子 配隨便一條打體褲 我可以坐到在戶外 吹著風不動 喝冷飲吃雪糕 完全沒有問題 當然這件棉服也要搭配上 鞋款不用說啦 就是這雙無收年 頭頭包還是來自胡褲葉 我最近經常背 我覺得這個天氣背它呢 不會有太大的負擔 背雙肩包總覺得衣服太厚了 背起來很麻煩 那麼耳機呢 那是來自聖爾賽爾的Momento 4 關於這一個分享 我也會放在後面的影片 我有專門的一期購物分享 這些都是雙十二期間買的 但是至終會有一些 陸陸續續到的東西 所以都要圓旦了 才到期跟大家體驗之後再分享 這一身搭配帽子 現在還是這頂胡褲的冷帽 它真的很舒服很好戴 那大家其實也可以看到 更多的一些搭配呢 我還沒有 我還可以跟大家一一介紹 尤其是關於NOTXX品牌 這一季的一些秋冬款式 以及一些我比較喜歡的單品呢 由於野才剛到美景天片 愛於篇幅的關係 我想分上下兩期 那麼如果你想看這些內容的分享呢 你可以留意一下我下面的影片 剛剛跟大家分享的那些 NOTXX品牌的單品 其實主要來自他們秋冬的Drop 3 那他們還有一個Drop 4 是這一季的最後一Drop 但是裡面的兩件衣服 一條褲子 其實都是他們在官方店 賭家發售 就沒有別的代理店賣了 然後有一件蠻特別的 我跟他們要到了一個福利 就是這一件衣服了 它也是一個棉服 並且它是全身都有這一個 迷霧的迷彩印畫的感覺 很帥的一件衣服 然後SML 每個馬數的一件一共三件 我們參與的大家看 老觀眾懂的都懂啦 那關於NOTXX品牌 以及我其他購買的東西 更多分享呢 記得留意我下期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期影片 覺得還不錯這有幫助的話 希望你給我接三連啦 如果你們沒有關注 一定要點個訂閱 那我是Ron 我們鎖定下期影片再見 好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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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Angela 好冷啊 好冷啊